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OneNote的翻轉學習平台 首先先問一下大家 學校裡面有自己的數位學習平台嗎 學校有沒有自己建設 沒有 所以只好老師各自努力喔 嗯 可能也有啦 但是用的情況好不好 怎麼老師這麼微笑一下呢 哈哈哈哈 要怎樣 阿倫沒有好的平台 老師你平常你自己的教材都怎麼整理 大部分大家都放在自己的秘密基地裡面對不對 這樣有點可惜喔 那在OneNote裡面啊 其實 他在我們剛剛講的 在發現這一塊是不是都是公開的嘛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的課程要不要公開 今天我不公開的其實也可以 就等同是學校最學平台一樣 那這是他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數位學平台 很多老師可能現在 因為我剛好看學校老師 現在是不是都有Google網域的那個信箱 請問空間多大 票啊 你看 你看我這邊 老師如果你到那個雲端硬碟或Google 你看這邊 是不是只告訴你使用空間 已經用多少而已 會不會告訴你剩多少 不會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 老師一個很大的資產耶 因為你現在沒有空間的問題啊 對不對 你看我用很多嘛 600多啦 一般我們是15句而已嘛 標準的是15句而已 所以你在這邊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用 相對來說啦 相對來說就你沒有空間的問題 那麼既然沒有空間問題 老師教材放上面是比較OK 比較OK 而且其實說真的 老師請問硬碟有沒有可能壞掉 不是說放在雲端就通通都好喔 你比較有機密性的資料 我也不鼓勵老師放上面 因為放上面就有風險 這是一定的 但是就是說 它上面的雲端硬碟空間 是可以給您做一個備份用的 或者說您做一個正式的 那你自己電腦裡面又有一個備份 以防萬一哪一天Google不行了嗎 也有可能啦 也有可能 那不管怎樣 其實我們在這邊 OneNote它本身其實沒有 並沒有太多所謂的儲存空間給您 所以您看我們這次主題 有沒有是OneNote加Google 因為呢其實您的教材實際上 可以放在Google的雲端硬碟上就好 然後呢在這邊做一個整合 在這邊做一個整合 所以這樣有個好處 您今天以後老師喜歡搬家嗎 我相信應該不太喜歡搬家 對不對 你看如果你以後 你的教材都放這裡 那萬一OneNote以後不行了 你要搬家是很麻煩 教材要下載下來 這個要重新整理 可是你現在是不是都放在你自己Google 雲端硬碟上 所以教材要不要搬家 不用 當然還是會受影響 沒有錯 可是你的教材不用個別再下載 然後個別再弄 因為你原本就整理在雲端硬碟上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它就跟Google這邊整合 您就比較棒 所以其實像以我現在來講 我的教材 我就是放在學校的這個 雲端硬碟上 所以你才會發現我用那麼多 因為我連上課錄影片 我都放在上面 那 除了這個以外呢 您統一管理的 所以說您的Google文件這邊 就是您放在雲端硬碟上 資料 只要有變更 OneNote的教材就會同步改變 這樣有沒有更方便一點 因為老師如果上課 您會知道一件事情 我問一下老師 請問我們現在太陽系是幾大行星 我們以前都是九大行星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剔除了嘛 那以後搞不好會再回來嘛 甚至以後再多出一個 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因為不同的年代 以前對的 經過一段時間不見得是對的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以前交出去的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班級用的 我到下一個班級 可能隔年之後 變了 你是不是要修正你的教材 請問那以前上課那一班的教材 會不會再變 平常我們教科書就 反正他們不看了 你不肯改 但是我們在OneNote裡面 只要你的教材 是在Google文件裡面 Google文件變了 管理是哪一年交的 全部都更新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因為其實說真的 雖然網路方便 像我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真正從九大行星 變八大行星 可能要整你搖 網路上那些資料 好像會消失了 甚至還是會永遠留著 了解 老師了解意思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資訊的更新 事實上是比較難 但是我們自己的資料 你透過Google統一管理 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OneNote裡面呢 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您可以看到 在這裡 任務 我們剛剛看到訊息 它是比較俗 就是這樣發表訊息之類的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放上來 那麼如果您看任務的話 就是我們的課程 課程主要的一個內容 所以您待會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打開 就可以像這樣打開 那你看 我從這裡 就可以看到 剛剛有幾位老師 你看 那個 玉珍老師 她已經 看了我寫的第一篇文章 她大概看一分鐘以內 所以她還在努力跑 這位老師 訪客老師 哈哈哈哈 這一篇 她有看超過一分鐘以上 就打勾 這樣老師有沒有了解了 對了 老師您可以在這邊 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即使您用訪客也沒關係 您就可以進到這邊 因為這樣這個才不會是用這個名稱 這樣比較難知道老師是誰 所以您可以來這邊編輯一下 有沒有 您的姓名 要做簡介也可以 但是 那個喔 您如果是訪客 不能改頭像 哈哈哈哈 只有標準註冊的才可以改 因為有些同學 進來就 他就馬上 老師我可以改頭像嗎 這個 所以您待會可以進來 看一下喔 那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我們 上課的資料 我放在這個地方 就上課錄影片 所以您如果從這邊點過去 會進到我的那個雲端硬碟上 那我上課的習慣就是 我上幾個 我就馬上傳上去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兩個影片 有沒有 您打開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這樣腳踩會很快 不會啦 所以您可以隨時replay 但是您留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點糊糊的 因為啊 他第一次產生的 可能那個解析度 有沒有 其實是可以比較高的 只是他 這個跟我們看YouTuber一樣 他會先給你低解析度的 那您就來這邊點一下 我要高解析度的 讓他這樣再播 這樣的話呢 您就會看到 比較高畫質 有沒有 這樣就是清楚的 所以 有時候即使您看到他的HD 那也是騙人的 差一點點 一定要手按確定 呵呵呵 這樣才會看到正式的 不管就不是肯德基 好吧 差一點點就不一樣 所以您可以到這邊 這樣就可以馬上看到 那另外呢 我也順便介紹一下我這邊 我有部落格 然後呢 也有經營兩個YouTube頻道 好 所以您可以在上面呢 看到 比較多 我會寫一些文章 好 因為像剛剛老師 我在問他說 你的用什麼輸入法 像我用烏蝦米嘛 烏蝦蜜 然後現在倉截啦 或者是 那個 大義啊 其實現在用的人 就相對越來越少 因為大家現在都 動口不動手 呵呵呵 所以語音輸入 我有寫一系列 那您要找的話 您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好 有這個系列文章 我就最近這個暑假 就把這些 我寫的系列文章 再整理一下 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看就會比較方便 你看學習修復法 這邊我就寫好幾篇文章 好 那另外呢 在上面這裡 YouTube頻道 這邊都是有一些 我可以公開演習的 公開演習的那個 所以我就點進去看 那您進來之後呢 在右上角 右手邊這個播放清單 一樣我們上課錄 你就會像這樣子 個別的 一段一段 所以您回去不用邊看邊找 看是哪一段 您覺得有需要再重複 看一次的 你就點那一段就好 好 這樣我想各位老師 您再看 就相對會比較方便 因為現在說真的 影音世代嘛 我們也要跟上時代 哈哈哈 要跟上時代 好 那上面這邊呢 有一個OneNote翻轉學習區 就是有我的資料 那我也幫OneNote 錄一系列的影片 就從註冊篇 學習篇 怎麼進來 所以老師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到這邊參考 這樣老師對我們今天要上的 OneNote 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呢 其實他可以玩蠻多的 就看老師要怎麼玩 好 那我先讓 麻煩老師您先確認一下 您的那個個人的資訊 好不好 拜 剛剛老師已經把那些資料改了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看喔 在這邊 如果想要認識一下同學的話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抽一下 玉珍老師又不小心又看到了 有沒有 所以他裡面有一些小工具 我想我們用這個方式 大家看就比較容易 那待會呢 我們要請大家看一下的 就是他在OneNote裡面 到底有哪些教材的類型啊 那有哪些測驗的題型 這些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K